在洛杉矶僑胞的热烈欢迎下 由台湾退辅会选派的驻美代表 陆军退役少将米邦臣任总道远 不只肯定台美关系升温 未来还要继续深化双方退伍军人的交流合作 持续推动二轨外交 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到洛杉矶来 探望我们龙光会跟退伍军人协会的 各位先进跟长辈 事实上我们中华民国是 今年在我们华府地区是派驻 两位退辅会的人员到美国来 为我们大家做一个服务 至于未来关键如何推动二轨外交 倪邦臣也在会上重申 退辅会明定出的三阶段目标 分别是短期未辅导海外荣光会 推动国民外交 中期加强与美国主流退伍军人协会的实质交流 以及长期建立于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官方联系管道 首先是要跟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建立正常的一个官方交流的一个管道 第二个是加强我们中华民国国内退伍军人社团 跟美国主流退伍军人社团的相互之间的一个交流 第三就是要照顾或是听取我们中华民国旅居 美国各地这个退伍军人社团的长辈的一些意见 看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如何照顾我们在旅居每家地区 这些长辈的一些需求 拥有两次驻外经验的陆军退役少将尼邦成 不只精通英语与西班牙语 且曾任驻瓜地马拉国防武官 驻军协组洛杉矶联络官 勤研中心主任 勤刺市国际处长 以及棚防部参谋长等职 未来将能发挥优异的外语能力及军事经验 动物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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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